嗨大家好我是秦宝 上次呢我爸不是拍了那个 狗隔空拆牌的视频吗 对 就是有很多小伙伴在评论区说 我爸爸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我也很好奇 我就是看半天也没看出来 啥玩意儿来 然后呢我妈 我妈就一直跟她看 然后我妈发现了告诉我了 这不是我发现 是我妈妈发现的 就在刚才爸爸有玩牌的时候 我注意了一下然后我就看到了 没想到这么简单 对很简单 那你还给我卖关子 就是 我跟你说啥叫魔术 看透不说透还能做朋友知道为什么 那行吧今天就给大家揭秘一下行不行爸爸 行 大家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个魔术是怎么回事 但是肯定还有小部分人他不知道 这个魔术是在纸牌里面 它是最基本的一个魔术也是最简单一个 我现在给大家来揭秘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张是什么 方片7 好嘞 现在咱们看背面 就以这两排举例是吧 对 看背面 看 上面点 你上面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 看到第七个的点没 看没有 它变大了没有是不是 对 看到没 它和前面这个比变大了 是啊 然后你看 我看黑红没方了 它会知道哪个颜色了 你看黑红没方 你看这个方片你看它这个变是不是大了 它的黑红没方 然后顺序 然后转圈了是吧 对 然后就方片7 它就是这个原理 这个原理 这太简单了吧 不可能吧 他 所有拍就是这个 我刚才刚好还不是这个样子 你这样比我刚才我那个方法更简单 那秦宝你试一下跟你会不会吧 行 我来试一下哈 随便抽一张吧 随便抽一张 好 抽这张吧 行 好拿出来看这个是几 然后我数一下哈 嗯 1 2 3 4 5 6 7 8 9 对 9 一张是9 嗯 然后呢 这是什么 黑红没方 黑 黑桃 黑桃9 打开看一下是不是 哇塞 这样也可以 这谁发明了这个小扑克牌 这种小诀窍 这这个牌 它这个原理就会一说你就明白以后非常简单知道吧 他们 我现在看完之后我觉得我对魔术已经失去心情了 哈哈哈 它这只是最普最简单的一种 它是这是有记号了 真正的魔术它是完全靠手法知道吗 不是说是让你在上边 这是我们普通人玩的小魔术 那你玩书以后你会会玩其他的魔术完全靠手法 可以和同学献耀一下哦 对对对 就在刚刚啊爸爸不知道发现没有 秦宝发现了一个问题 爸爸我给你吃到齐哈 你过来猜一下这张是多少 然后我看一看 看秦宝是有成竹的 因为我们俩刚才研究了半天我也没看出来 然后大家看一下啊 来 这个牌是没有记号的 看没上面啥都没有 黑红梅芳也没有 对它没有记号了 这种没有记号是什么原因啊 它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大小王它不会有记号 对 那怎么如果我抽到大王 你怎么知道我抽到大王还是小王 大小王它 对不对 我抽到小王万一你猜大王呢 这个在猜牌的过程中 它大小王都抽出来 在表演魔术的时候大小王 语无伦次 语无伦次 自己都 表演魔术的时候大小王是抽出来的 是不经济表演的 那我们是普通人吗 我们又不是正儿八经的 对不对 大王有抽出来啊 爸爸 我们对爸爸有那么一点点的 失去欺欺了现在 怎么办 对 大小王竟然没有记号 没意思 反正我们一家四口是没有发现 对不对 看这个小日在干嘛 四口之家的 其中之一在干嘛 嘿嘿嘿 在这儿笑了 在这儿笑了 哦 哦 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大小王的小诀窍在哪里 可以评论去见 对不对 对 反正我们一家四口就是没有看出什么技巧来 爸爸这么聪明的人竟然也没有发现 嗯 那行吧 今天就这样吧 有知道的赶紧告诉我们哈 对 拜拜 愿吧 愿吧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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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